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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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鋼琴改成吉他版本 這首歌原本是一大調 但是為了讓音符比較簡單 所以我現在改成C大調就對了 但是你要加第四格的一定要加 才會跟楊承宜的原Key一樣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如果後面還有心情 我們就講一下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還蠻適合拿來講編曲的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第一個小節 到第三小節這個地方 那 這邊我有寫上和弦名稱 但是我並沒有寫上和弦的圖形 因為你只要知道它是什麼和弦 就好這一段 因為它也很有可能每個和弦 你只需要按好更音的部分就可以彈了 比如說像C和弦它從第五弦開始排32010 OK 但是這段的時候你可能只需要按好C和弦的更音 就第五弦第三個 低音的D 好 然後再配上高音 原曲的鋼琴 左手的聲部應該會有一個一直按低音的更音的部分 那我們就模擬它的音響效果就對了 其實是可以做得到像這樣子 比如說C和弦 它有一個高音都跟四下的C和弦的更音 所以變成像這樣子 很懂意思嗎 然後再來是G和弦 也是一樣 原本是這樣按 好 那 只按G和弦的更音 中指跟小指 這幾乎也不用按 然後四個拍子 高音 空音拍 好 所以類似像這樣彈起來 好 所以C和弦跟G和弦的段落 好 低音的部分就是 讓它像Bass一樣這樣子 悶悶的 好就可以了 簡單的說就是你不用 對 就是刻意要把這個低音播出來 現在來到A麥跟E麥這個小節 這兩個和弦都有一個很方便的特性 就是他們的更音剛好是空弦音 好 A麥 如果你會彈T而已 三葉二音 你應該知道你的 呃 A麥和弦 其實是擺在 呃 右手更音其實在第五弦 然後E麥 第六弦 這兩個音都是空弦音 所以幾乎可以完全不用按 D 然後接下來E麥 好 彈起來的話 OK 然後再往下一個小節 這個小節就比較難一點 就是F和弦的這兩個 兩拍子 那 我現在要寫的是第二弦的第一格 高音的喔 然後跟F的更音 這邊我是用低音的啦 比較不會落差太大 比較不會突然跳到這個高音發 那 第六弦的第一格 跟第二弦的第一格 要一起按 基本我會比較建議用封閉 但 你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你可以用拇指跟食指 來按 反正它變化不大 像這樣子 但我不太建議啦 因為可能會卡到你的 移調夾 造成你的 給我家脫逃 對然後 可以嗎 也是一樣低音四個E D 四個更音 然後配上 OK 然後最後 G2選的段落 好 它這邊的低音是 Me OK 然後低音是 四個半音 好 那我這三個小節衝我彈一次 ㄟ ㄟ 彈錯 E-Mine OK嗎 那 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就是第一個段落 只有三個小節 那我們現在要往下走 其實這邊你可以繼續彈 跟前面一樣的東西 就是 它其實這邊只是 如果聽原曲音樂的話 你就知道它加了一把電吉他進去而已 但 呃 你如果一個人彈的話 你再繼續重彈一次 你可能會 開始感覺到有點無聊 所以這邊其實我有做一點 稍微小小改編 讓它比較接近 一般吉他可能會彈的東西這樣 就是會有一些執法的內容 而不是一直 蹲蹲蹲蹲蹲蹲蹲 一直更音 因為那個我們前面彈過了嘛 這邊就 讓它稍微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但是旋律也差不多 它一樣是 它沒有再到咪 那合在一起 合在聚合弦的狀態下 比如說一開始 這邊就要把 你看我把和弦圖音寫出來了 所以先把C和弦 完整的按出來 對 這C和弦段落 然後聚合弦 我在這個C和弦 底下加了一個低音 讓它聽起來就是雙音 對不對 好 跟前面的類似 比較不太一樣 然後接下來是Ami 只有彈一個Do 後面這些都是伴奏 然後接下來是Emi 一樣 Emi前面有一個 我把它改成雙音 F5 這邊就要按好按滿 就是把F5整個和弦按出來 會比較方便 這個第四弦第三個 這個都是補的伴奏音 最後面這邊我還是 回到前面那個更音的方式 因為它準備要進主歌了 那 這一段在原曲音樂裡面 也是聽起來就是更音這樣子 那我們就回到安靜的地方 準備進主歌 最後一個小節只有停兩拍喔 所以它這一個 這首歌其實是六個小節 又兩拍 就是前奏的部分 跟一般前奏的部分八小節 有點不太一樣這樣子 OK 所以我再慢慢彈 從第四小節到第七小節 OK OK 那 我稍微講一下 這個編曲是怎麼來的 其實 就是 如果說 你會抓一點點單音的話 你應該 這首歌原本 你應該會看到 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我現在要把所有 非主旋律的音 都去掉 對 你會看到 是像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 2 3 2 3 2 3 對 這邊就只有主旋律的部分 所以 那 你 呃 還要知道背後的和弦 這邊 我其實我對編曲 是稍微淺藏 大家稍微講一下這樣子 你們可以 就是有個概念 就以後 看到譜之後會知道 人家這個東西到底怎麼來的 那 一開始前面背景的部分呢 是C和弦 OK嗎 那你要配合 呃 就是 C和弦 呃 配合和弦一起演奏的時候 就是 你要在和弦出現的類一排 加入他們的更音 好 這是第二部 比如說和弦出現那一排 呃 像C和弦出現那一排 是第五弦第三個 這是他的更音 然後接下來 G和弦是第六弦第三個 A-Mine是第五弦第零格 E-Mine是第六弦第零格 F 第六弦第一格 F 然後G 那這個就是第二部 就是我們補上更音 類似像這樣子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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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這是補上更音的感覺 你會知道開始已經有一點演奏跟編曲的感覺 但是還是有差一點 你可以看到 呃 這個補上面還有很多半拍的空檔 對 那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就可以補一些半奏音 比如說像C和弦的話我們可以補 三個半拍 呃 補半奏音的原則 不要比你原本和弦的更音還要低音 然後也不要比你原本主旋律的那個高音還要更高 因為高音很容易蓋掉你真正主旋律要表達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這邊其實 有時候又答錯了 這邊補的三個半奏音其實是在 更音 跟 第二弦 呃 第一個這個高音的中間 但是它是C和弦的音 對 你必須要用它這個和弦的音 所以 那 呃 補上來的時候我彈一次第一個小節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好 有點感覺了 然後接下來進入A麥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三個半拍的空拍 那我們就補上A麥的和弦音 那我們再聽看看A麥跟E麥 那E麥就不用再補 因為它 呃 目前的位置不用再補啦 對 就是因為它四個半拍已經佔滿了 所以 往下 呃 A麥跟E麥小節 OK 然後 到F的這個 呃 A麥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 第一拍反拍 跟第二拍反拍 都有一個空拍 那我們就隨便補 一個音 我是補 呃 F和弦 中間這個和弦 但你也可以補第五弦啦 這個沒有差 反正只要在 呃 主旋律音 好 這是主旋律音 跟 跟音的中間就好了 然後補上去以後 F小節 呃 F和弦這個地方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 然後G和弦也是要我們 順手嘛 我們就補一個第四弦上去 我們就補一個第四弦上去 變成這樣 好 但為什麼 呃 因為我是為了忠於原作啦 所以就是 oh sorry 就是為了忠於原作 所以我 我 我補的伴奏音 跟 原曲一樣 就是我就直接補 補上那個 原曲和弦的 哽音 像這樣子 好 因為這個 這個和在一起彈 會比較忠於原作 然後但是 也 也沒有那麼難啊 對 好 所以最後彈起來 像這樣子 如果一開始不太熟悉了 你可以先彈更音練習 比如像這樣子 OK 對 類似這樣啊 最後再來練習吉他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啦 那後面的和弦應該 網路上應該會有很多譜吧 我應該就不用整首歌教完了 好啦 謝謝啦 下課